本期视频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服精英赛的决赛日比赛的解说 先给大家带来的是RS对阵AL也就是第三名的一个争夺 然后如果大家反映好的话到时候给大家做决赛 因为RS跟AL相对来说我们比较熟悉 RS就是小老哥那支队AL的话之前也是应该算是日服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只不过这一次精英赛是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没有能够打进决赛 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BOE 这里是AL的亚娜桑然后来对阵这边RS的求生者 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地图是军工厂 亚娜桑这边上来BOE是选择了一手邦邦 对面的阵容方面是拿出了一个盲女加囚徒 也是因为知道亚娜桑现在的一个BOE大概率会拿出一个邦邦 谁说他们这边是选出了一套偏向于超修 因为亚娜桑这边是搬掉了一个界势 拿出一套超修来针对你的一个防守型的监管者 那这边看一下毛女的前面的一波走位 能不能躲过邦邦的第一波追寻 因为这里邦邦的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没有插眼的 它带的是一个闪现 所以说这边如果你说真的狗的好的话 有机会能够牵制或者拖延比较多的一个时间 邦邦这边是没有找到 但是一旦这个毛女找到了 这个毛毛毛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6的可能性的 即使是先知这个鸟 我觉得先知这个鸟到时候甚至因为被找到了 基本上就差不多凉了 所以说找到了以后这个鸟不要给到帮帮 不要给到这个毛女 而是给到这边的傭兵来救人会比较好一点 无论第一波救还是第二波救 这个鸟现在给这个毛女其实意义真的不大 除非这边毛女你说真的有机会 这里这只鸟还是给了 我觉得这个鸟真的没有这么太多的必要给 因为一旦被找到了 毛女本身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牵制能力的 只能是看着他倒地 你这个你要给他倒不如说待会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给到这边的队友来进行一个救人会更加好一点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节骨眼抓到这个毛女呢 穷者这边想保平是可以选择卡着不救的 但是这边佣兵好像有什么想法 这个毛女如果这一波救我不说救不下来吧 就算吃个双刀 基本上邦邦也是保平起步真胜的一个局 如果说不救或者卡一卡呢 可能会有更多的面对于穷者来讲 有保平的一个机会 但是真胜就没有机会了 救下来 说实话啊 就即使救下来了 这个毛女也是走不了 还是一个二挂 这里向卡半救 一轮炸弹 一刀打 好的这边佣兵算是一波非常优质的救人 这波救人的话 如果能打分满分100分 至少能给到80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护臂弹到椅子边 然后卡了一颗炸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间隔期 把人给掏了下来 而且这边是毛女吃到 佣兵还没有吃到 这样一轮节奏下来的话 是对于穷者是可以接受的非常优质的一波救人 不是这波救人的话 我觉得这边已经是可以下定论了 就是帮帮保平真胜 现在都还不一定 因为如果说求生者对吗 因为帮帮现在没有到二阶 这一波还要来救吗 不是吧 还要来救就过分了 你这第一波救人救的好 第二波没必要救了 这里如果被看见了 赶紧走啊兄弟 要救 硬要救 他们想要去争胜 但是你手上也没有博命 这边去救了 何必呢 修胎电机 他不无箱吗 好了 那这里的话 一刀倒地 真的是没有必要 这边而且是被帮帮看见 首先他这边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救了这毛女走不了 这人还是会被挂飞 而且你傭兵有可能会倒 因为傭兵是吃一颗炸弹 一刀倒地的一个情况 哪怕你救下来 只要你能倒了 待会儿这边挂飞毛女后 回来找你傭兵 还是一个帮帮的节奏 其次就是本来 这个帮帮是没有到二阶的 现在这一波救完人以后 他到了二阶 他后续追人的一个节奏 或者追人的一个能力 会变得更强 电机的话 确实是剩的不多了 两台电机囚徒 我们可以看到 小地图囚徒是一个人 在想办法压两台 那么这边先知 可能要救一波人 我觉得当时 因为现在的话 穷者还是有保平的面的 邦邦大概率天赋上面 不太会带挽留 还是有保平的面的 但是如果说 刚才傭兵那波不救 如果能打一个 三人在场的开门战 这三个人 说不定是有机会 能争取一波三跑的 现在的话 争取三跑的一个可能性不高 不是很高 因为这个佣兵 大概率被手过半 手过半了以后 我死追你这个佣兵 至少把这佣兵 他这边是想要管电机 管电机这边要切底牌嘛 要切失常 一手失常那边 过半捞下来 佣兵手上有两个互币 邦邦现在是处于 一个保平真胜的面了 找到佣兵 基本上可以挂飞 但是佣兵手要两个互币 并不一定能够快速的击倒 就看佣兵的互币怎么弹了 一个互币弹走 没有弹远 距离上不够 先知过来 想要来帮忙来扛刀 那囚徒应该是拼命修电机了 这样的话 现在先知这个血线 是一颗炸弹直接收 直接带走 遥控炸弹带走 要让佣兵去压击 囚徒过来救人 囚徒手上应该是有一手电 看一下电机的话 现在是大概八成五 将近九成 引爆一下 来干扰干扰 囚徒这边拉走 往哪个方向走 这边是安排佣兵绕过去 把先知救下来 那这台电机能量 现在就算去把这囚徒秒了 囚徒这血线也一十八回秒不了 然后三个人分开三个角的话 帮帮是管不过来的 他的失常 他得守在这里 他得守在这电机处 然后强行交失常才行 20秒的时间 20秒的时间 外之位先知确实要重新开一台了 因为这是一个失常的帮帮 这局尚未可知 我觉得还是帮帮保平生胜 球者这里的话 先知翻不了道具 囚徒翻不了道具 傭兵使用一个护币 其实翻箱子对他们来说的收益也不是特别大 因此在开门战的时候 帮帮这边的一个稳定性数会更高 因为你确实没有道具 然后该交的技能什么的 你们已经交的差不多 傭兵这里摸了一根针 把自己扎扎满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一个开门战能有满血 但是这边帮帮找了过来 炸弹一丢捡起护币 那这个护币可能要交 先知的电剑 傭兵这边是上挂飞 一个护币弹开 那时间好像不太够 时间不太够 这个人能挂飞 那这边就要看这两人的开门战能不能跑两个了 两人的开门战跑两个的难度系数有点大的 虽然说是一个市场帮帮小短腿 除非这边先知直接贴门了 看一下先知 有没有直接贴门 镜头这边好像没有 先知还没有贴门 那帮帮这边的机会来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依我的角度的话 我就直接找一边的门 找一边的门 就是找大门 因为大门那边大概率会有一个人的 无论是谁 只要找到了门没开 距离差不多的时候 提前就丢炸弹 先把这个门给干扰掉 就不让他开门 哎呦 这边是回声过来找囚徒 回声过来找囚徒 那囚徒是准备跑地窖 他这边还是怕直接贴门 然后这个时间点过去的话 门是会开掉的 呃 雅大厂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选择的话 因为他这边有耳鸣嘛 知道这个人大概的一方向 而且找到了 但是这里将近满选 一颗炸弹一刀倒的囚徒 比较一条平局 嗯 还可以接受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对于穷者来说是可以接受了 但是对于帮帮来说的话 稍微有点可惜 稍微有点可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